下面什么问题 老师慈悲 我这里有 三个问题想请老师开示 比如说中医师在替病人看病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病人 请问病人的病气 是否会跑到医师的身上呢 假如治好了病人的病 是否背了病人的因果呢 第二个问题 假如某些病情 需要用到动物类的药 比如 狐公 前蟹 残退 僵残之类的 请问医师是否也要背这个因果呢 第三个问题 遇到某一类的病人 尤其是亡羊症 生死关头就在这一刻了 是否要把他救回来呢 因为很多重病病人 你即使把他救回来了 他还是苟延残存的活着 那以其看他如此的痛苦 不如希望他早日死亡 早日解脱 因为 他还是希望 能再活下来 谢谢 好 很好的问题 很专业 给他掌声 好吗 这个 第一个问题 这个在佛法呢 讲究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个 中医师 西医师 倒医师 无论你是什么医生 或者 即便是个 脚底推拿 按摩 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手法的 这个作业 实际上 都存在着 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 这在物理学 叫力和反作用力 就是 你作用力 过去的时候 反作用力 一定到你的身上 这就是把正向的能量 传递给 通过针灸 通过施药 通过手法 施 给这个患者的时候 患者的病 一定会跑到你的身上 那无论你承认不承认 觉知不觉知 能够觉知到 我给他胳膊治好了 我的胳膊疼了 那这是觉者 那些不觉的病人 不觉的医生 他是不是就 就没有这种 不要承担的 不是 他照样到了 但是他是麻醉的 他是麻痹的 他麻布不忍 他没觉得 说今天在医学上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 这个西医的医师 治心脏科的 他死一定死在心脏病上 治脑科的 他死一定死在脑上面 治五脏的 他一定死在五脏 治肝脏 专治肝脏科的医生 他死于肝癌的多 死于肝病变的多 这就是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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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因果 那么作为我们 为什么强调我们要做道医 不要做普通的中医 或者普通的医生 做道医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传承 法脉传承 就是我的道的传承是源自于哪一个传承 就是我的师承 师父的传承 那么我的佛门传承源自于什么传承 所以说我们在医这个方面 我们在武术上面叫医补星象山 那么你是大菩萨 你要能够帮助众生 你不是光拿话说 你要真能帮病人解除痛苦 所以我当年我大学学中文的 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 当时他是一科本科大学毕业的 他是西医五年的 拿手术刀出身的 他可以给人动手术的 中医他是祖传 加上师传 师父传承的 当时他教我的时候 他说你要学医 我说我才不学 又闻人家的史 又闻人家的尿多恶心 还一点不文明 也不雅致 我说我要做诗人 我要做这个作家 我要做这个什么 小说 小说家 师父说你去做吧 你还做家 你坐在家里啥也不干吧 他跟我开玩笑 你还做家 你不是做家吗 做家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我那个时候还觉得 他老是瞧不起我 后来呢 这是因为到了欧洲 到了柏林 他身边没有助手 只有我一个弟子跟随 这个我们又没饭吃了 欧洲人不听你瞎掰扯 欧洲人这个要看你真东西 所以人家讲务实的 可是我们没饭吃了 师父说饿不死 我们治病 我说治病 治病吧 他很有功夫 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些几十年的手术综合症的疼痛症 什么症 到他是三下五除二 两次三次完全就解除就好了 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 我在他那做助手 就是病人一来 我就知道这个病人是什么病 第一次见 洋人 不要讲问 不问 就是他哪疼 我哪疼 他肝疼我就肝疼 他腰疼我就腰疼 后来我跟师父说 师父我不干了 哎呀 我就跟你治一年的病 我这去交代了 我说病人的病全跑到我身上 你看他干 肝疼我疼 他屁股疼我屁股疼 头疼我头疼 这不好玩 师父说 你不是发心度众生的吗 你不是什么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吗 他知道我是从佛门入手的 他说你这不是骗菩萨吗 骗众生吗 同体大悲 人家疼你疼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告诉我 是不是 所以最后的话 他就这样说 我说那这怎么办 那最后我自己交代了怎么办 他说不会 他说这个叫过信号 就是人家这个身上的冤金寨主 弄着他疼 那你这个作为一个菩萨 作为一个修行者 那你要帮人家 帮人家你要把这个疼痛转移 所以是他会转移到你身上去 转移身上你背这个疼了 然后他就不疼了 所以是我们的生意特别好 为什么 这个病人来了 瞬间就好了 你比方说在我们太和上医也是这个 虽然是他们很多不是修道的推拿师 中医师不修道 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主场的道场是我 太和上医跟普通的中医诊所 按摩院他不同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来这面有人悲债 有人悲债 允许你把包袱卸在这 所以我们下面佛堂有超度黄牌 有这个起伏红牌 那么那个地方就专门收阴的 就是在地藏殿是收阴灵的 那你就是冤亲寨主来了 病人来了 到太和山医来治疗了 那我们的医师把他请出来 请他出来 我们周围的护法就不允许他再进去了 亚送他去了那个什么 地藏殿 在那个地方等着超度 甚至清明节啊 什么这个中元节啊 什么这些大法会 为什么我们烧那么多金质银质 他们也欢喜 为什么整天跟着你身上有什么好处啊 你不理他 他弄得你疼 也不是他愿意的事 所以他待在这个地藏殿 待在这个起伏殿 观音殿里 又有空调 又有吃的 又有喝的 那么还可以听经 还可以忏悔 他挺喜欢的 所以在我们这治病 为什么在这太和山医治的 或者你去普通按摩院 就是不一样 别人也是那么推一推 我们这也是推一推 为什么不一样 因果的关系你知道 他出来了 出来了他就回不去了 然后就这么 就给这个 所以是以这个衣补星向山 我们真这个度众生的人 你要学着这个传统五种技术手法 技术手法 所以说我们在欧洲谁也不认识 我跟师父去 那么师父现在 熊老师在德国有几百个洋人弟子 就是不是我们华人的 真正就是德国人 洋人弟子 那么怎么来的 就是治病 治病 治完病以后跟他说因果 你这个这个你喜欢打猎对不对 喜欢打猎 他说是打死个熊对不对 是你怎么知道 然后你怎么怎么一个因果 然后他怎么来报复你的 他信了 信了以后他吸气 师父说你要保证你后面怎么样 你信天主教不要紧 你信基督教不要紧 你来修炼 是生命的一个真实相的一个应用 也不是宗教 所以是师父门下 这个几百个洋人弟子 都是天主教 基督教徒 不是这个佛教根基的 慢慢他了解道文化 佛家文化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师 你要知道你的祖师也叫道义 那么经络哪里来 经络是修炼人通过这个打坐的时候 寻经找穴 把它找出来的 今天今天借助西医的所有的手段 都还不能够把它给描绘出来 所以说我们祖师也在把它描绘出来 通过修炼 甚至看到这个明点 看到这个光气 顺着这个经络 它是怎么走的 在干净的明点是绿色的 这是绿色的干净 绿明点 然后它顺着那个走 像个小蝌蚪一样 走到哪里 它在那打圈 打了三圈还是九圈 打了三圈是小穴 打了这个六圈是中穴 打了九圈是大穴 这是大的穴位 大的穴位是武术穴 有五个经络传统的 像我们的劳工啊 永泉的 它是这样看出来的 走脾胃经 它是个黄鸣点 然后亮晶晶的一个黄鸣点 在游走 你才知道这些宝贵的中医的东西 全是道医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医师 医师是谁啊 是福西室 是从他那个地方这样的异道文化传承过来的 不是现在很多人在湖边 谁谁谁一家之祖什么 那都后期之祖 第一个祖师神仙 就是福西室开始的 那后来广成子 悟成子 这些都是大修成者 最后皇帝 留下皇帝内经 那皇帝那些师父 什么雷公啊 这个问道于谁谁谁啊 这些都是大成就者 你看了没有 在皇帝时期 为什么最后他作为一个皇帝 作为一个国君 他要出去修道 找广成子问道 与空通山 所以你们现在 就是人类也现在是退化了 落后了 我们比五千年前落后了很多 衰退了很多 从灵的解脱上 生命的实际上是退后了很多 所以这个刚才这位女士的问题 这是很准确 你无论是什么医生 都要背负病人的因果业力 这个在功夫界还有个术语 叫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他说我是医院打工的 你打工的 你的工资哪来的 不是医院给你的 医院的钱哪来的 不是挣病人的 所以这叫供业 院长倒霉一点 多背一点 你医生少背一点 小护士再少背一点 你拿工资少 你就背的少一点 就是这个道理 你以为打工的就不要分债了 有的人说 好在我不在医院工作 那你在大集团工作更倒霉 你的集团又杀牛又杀鸡 又卖鱼的 又挖矿的 我有个学生就这样 他是大集团的 美国公司的一个亚洲区域总裁 那个时候 整天的后背疼哪疼 他那个集团是世界上首屈一直的 美国大公司 什么都干的 什么养牛厂 杀牛厂 杀猪厂 什么都有 他就来找我 我说那你不为你的公司超度 对吧 你公司的业力这么大 你不会说该我啥事啊 我就是个打工的 我说你打工的说的轻巧 打工的就不背了 我说你还是区域总裁 那整个亚洲的都得你背 你以为你当区域总裁就没事了 对吧 整个亚洲杀的这些都归你管 都得你背 你拿着那么高的薪水你不背 前期让他超度他也不超度 后来嘛 好嘛 就是大家这个说那个说去超度 结果呢 就是我们办超度 从来都是雨过天晴 或者是一路天晴没有下雨的 这个家伙倒霉的去领着 一众我的他的师兄弟 帮着他一曲超度 结果这个纸都摆好了 要起火下大雨 下大雨 大雨下下来 下下来了 然后这个旁边师兄弟说 你赶紧跪 你赶紧跪 我不说名了 你赶紧跪 你赶紧向老天爷道歉 向法界师父道歉 懺悔 你这早该办了 你这不办 来一下子来这么多 弄得雨都来了 他扑腾跪下来 就他扑腾一跪 雨停了 你说没有生命 你说不是这回事 从那以后 逢是大法会 可积极做大功德主 来做义功 总裁啊 区域总裁多大的官啊 在我这都倒霉 都得去 又搬又抬 又脏又累的 什么活都得干 出臭汗 对不对 你这个众生平等嘛 你在这就是平等的 你没什么总裁 你是总理将来见了 我也得这样干 没办法 你就是要么就不做学生 做学生就是这个德行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没有不卑业债的 你在世间做任何事情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包括你们这个玩股票的 你们觉得那个钱好挣啊 你们挣了很多人家怨恨的钱 就是那些 这个玩股票赔钱的人 对你的诅咒 你得赶紧给他们烧之 把这个诅咒给还了 然后他就不诅咒你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玩什么钱 都被业债 拿人钱财 你越是富豪 你越欠债越多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大家要重视 从这个问题展开来 就是这个一定要重视 都要还 那要不要做 要做 我们是菩萨 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 怎么做 赶紧找个师父拜拜 求这个师父 把法脉传承连通给你 这一连通给你以后 你上交 然后我都给他们讲了 有的人他要办超度 要办什么事 说人家来找我办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把师父弄个莲花 顶在头顶上 观张补生 坐在头顶上 然后你这么该做事 做事 做了事以后 收了人家的事 说这个要来治病 那个说师父干活 师父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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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交 上交 这种法脉传承 就是这个好处 然后你这一上交 不用拿自己的了 懂不懂 你这都是上交 上交给师父干 他坐在头顶上 不要紧 我头顶上很多师父 我把很多师父都坐在头顶上 师父又修他的上师瑜伽 他也把很多师父都顶头顶上 最后都上交给发生如来 普乾王如来 都给金刚洒脱 所以他必须教你们金刚洒脱颤 他受不了 背了太多了 你每一个都念金刚洒脱颤 然后他就赶紧都换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懂得 这上交 上交 上交 上交到最后的话 都是这些 这些师父法力多大 哄啊哄就空了 就光明了 就无量了 就把他渡成 渡到极乐世界了 对不对 就是你不要自己兜 你自己兜 你自己生病 你自己 这个一不过三代 你不单是累积自己 你累积家人 包括风水大师 什么什么大师 都跟着倒霉的 家人都跟着倒霉的 那个你孩子都花你的钱 对不对 家人都花你的钱 那不都跟着分业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世间法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 知足常乐 不要太多的获取财富 你无论通过什么手段 你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你说你治病没道吗 有道啊帮人啊 那这也要被业债的 这是因果关系 这不是说因为我做好事 我就可以不被业债 没有这回事 但它还不光是一个气 我们这个在讲课提到的物源 子源 子源是气 物源它里面有东西 有个形象 你别说是个鸡的信号呢 还是一个牛的信号呢 还是个熊的信号呢 这就叫物源信号了 你等它看到一个熊出来 那就成体源了 原来你伤的是一个动物金怪 它已经幻化成形了 原来这个物源只是一个球形 里面有它的影子 那个叫物源 等到它这个活木烂调的一个熊精出来了 那它已经成精了 你把它打死了 你不知道找得到没事了吗 是不是 所以是这些都是什么 一个子源 物源 体源 这三源系统 那么在这股气里 都带着这些心血 都带着心血 所以是治病实际上 就是处理因果 那么怎么可以不被因果 就是做劝和者 这些因果出来了以后 我送你去更好的地方 冤家一节不业节 让你去什么 让你去极乐世界 让你不再做动物山 然后到三山道 所以说我们操拔 操肚 这个送往生 这些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就是定期的清理 这样反倒你的生意越来越好 为什么 大家冤亲寨主都不愿意跟着你 劳不得解脱 他就都把你带到你这个诊所来了 所以你的诊所就忘得不得了 但是鬼神都来找你帮忙了 所以你生意好得不得了 但是你的身体又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 都上交了 然后并不自己背着 所以说你如果不懂这个 没有法卖传承 自己去做医师 那么什么事你都得自己扛 什么事都自己背 自己扛不动 儿女扛 儿女扛不动 家人都在给你扛 谁花你的钱谁都倒霉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 这是真正的因果不虚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但是我们做大菩萨的 又勇于用这个方法去帮助众生 因为这个你像我在新加坡也好 那么刚开始这个要传道 没人啊 打半天广告 来一个学生 两个学生都要饿死了 后来没办法 我才跟我工作人员说 不行了 师父教我的道义术呢 我要用上了 我说现在给人调理 我们不能叫治病 我们叫调理病 对吧 那么调理病 所以这一调理 大家相信你了 相信你了 我就跟人家说 我说你看啊 我治一次120 新币120 这很贵 那么完了我说 你不住这样 你这治十次就1200 我说你这个 我的这个基础课程呢 才几百块钱 你上个基础课程 我再给你调理着 你再学这个技术 然后呢 你再懂得忏悔 懂得练一些功夫 这辈子再不看医生了 我前面的学生都是这么来的 这算算账事啊 找这个张卜生这个家伙 咋不咋不 整不整吧 十次八次的好了 好了这真好了 过半年你又堆积又来了 不是 你又要一次 你这一辈子要找我多少次 那你不如什么 你不如学功夫 学功夫的话 你这个把这个治病的这个钱拿去学功夫了 学了以后这辈子病来了 我就烧点黄斧 再不行都领来OSS 对吧 把它一领往这一交 你就没了 你就没事了 那这个划得来吗 所以是我之前在新加坡传道 这个嘴皮子道没人谢啊 你说的挺好听的 那后来我就开始带着大家修养生之道 修心态转变之术 慢慢慢慢的学生才多起来 将来你们基隆坡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大马整个的这个国土也好 那么的弘法立生要靠你们不能靠老师 所以你们要有点本事 那么将来即便你不是中医师 你都要跟我来学道医术 就是我是中文系的我都能学会 那你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机能都比我强 都能学会 当时师父让我学医 我说我要去跟你一样读五年医科吗 他说不用 说我是当年是这个不能不像你这么聪明 你是中文系的 我说中文系学这个医有什么好处呢 师父说秀才学医 笼中抓鸡 他一套一套的 什么意思 这个鸡在野地里跑 你去抓 你能抓得着啊 你跑它飞 你抓不着它 那么那个鸡关在笼子里 你伸手不就抓到了吗 所以你们这个有社会阅历了 有这些经验 整个的这些年纪 到了一个年龄的人 学医很容易 在自己身上是嘛 对不对 牙疼 牙疼 颗骨穴 拿针刺刺刺刺 凝凝凝 颗骨被你磁疼了 牙涮就不疼了 这一下不就好了 都是自己扎自己啊 那前期都是这么学 没有是说 不会还给别人扎 给他给自己扎啊 然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这是要学会的上教 一定要修炼 那就把它变成道义了